國立福球過去一直都是給人情緯 是有一個人才拍的一項運動 平衡的學生兒女是很感應接受 為了要求盡到平衡的教育主管 再來有一間在名的國立福球公司 它的當事長是創立一項 親身來到南道館建庫 將30號的求求來散後館來的高見骨秀和好好 未來也將會結合公佈門 提供自身的公務 協助六四條高立福球的白分紀錄 為了減少多次和平衡 教育主管的落差 在名高爾夫公司 在當事長的斷崖之下 親身來到南道館建庫 將30號求求求 送給館來高見國秀學校 高爾夫這個運動 它在台灣來講 它有被誤解了 它一直認為它是一個貴族運動 但是我個人認為 它是很多人換身的機會 我們的孩子 在學校裡面 因為有這些球具 再加上我們縣府 在培育相關的一些教練 來培育我們的學生 一定可以在我們南投縣 能夠選拔出具有選手 國手的這樣一個實力 一個選手 能夠為國爭光 高爾夫球 一直讓人認為是好的人 才怕會去的一行運動 加上長度 和高尾組員的行政 讓館來的學生 你們是這樣的實習 畢竟他們要在推展 可能在球肝部分 會稍微是一個門檻 那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透過監證球肝 把他們的第一個門檻 先排除掉 那這個可能要推廣的機會 會比較大 因為畢竟 每個這個協校在支援的 分配上 如果說設縣裡 這部分可能 遲遲無法推展 這很可惜 那我們剛好就是說 覺得這個不管是高市 或是我們來發動球友 來從事這個公益活動 我想很多球友的樂意 來從事這樣的一個公益活動 這是我們這次的一個 花旗的原有 引進這些資源 讓學校開始可以 從認識球具 那麼打基本的一個動作 訓練我們的孩子 培養他們的一個興趣 觀眾委員也表示 在未來也會結合公部門 提供資訊的學務 合作平衡的學動 六十九二複雜更的計劃 讓每一位說朋友 都會當時實在這項運動 現在我們上次參與報導